柯文哲現在考量是不是高宏安時代了 所以他提出他妹妹要來選立委 而且說他妹妹一定贏 另外李國章現在是不是要接新竹市副市長 把蔡麗菁清走之後副市長到底是誰 是不是還在角力當中 柯文哲的回答說 可是這樣子議員會只剩一席 就麻煩了 那李國章是不是要爭取這個副市長 因為這個副市長很可能就代理市長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李政浩才說 李國章是爭取副市長的職務拼命表忠 對 剛才創下說柯文哲的話 一個禮拜就改變 一天 昨天他還幫高宏安 人家問他說男友干政嚴不嚴重 他說還算合理 還算合理 今天早上一堆記者打電話給我說 民眾黨是不是有一個連政準則 我也上 好像沒有 因為我們聽了一個多月了 如果有連政準則的話 前幾天就有說到說 黃陽明翻騙了整個民進黨 民眾黨沒有看到連政公約 沒錯 今天突然來那個一個連政準則 紀律評議裁決條例 第17條裡面 現在可以上網查 可以查到紀律評議裁決條例 17條裡面寫說 如果違反連政行為 我們要予以停權或開除 但是連政行為上面括號 寫一個逮捕 所以逮捕我還沒有訂 所以所有人都以為說 算了 新政黨 我們就在體諒他一下 怎麼突然今天突然有一個連政準則 體諒四年了 體諒四年就有 有一個連政準則 你們上網查不到的 這是內部人給我的 結果開放一個主張開放透明的政黨 你的連政準則沒有上網 你的紀律評議裁決條例裡面 第17條還寫逮捕 結果在2020年的9月7號就訂好了 9月7號今天贏的第二條 好 就是所謂的貪污至罪條例 才覺得就叫做停權三年 好 我要講的是說 為什麼明明就有的 你不是主張說SOP嗎 高宏暗暗從8月15號就已經知道被起訴了 按照你們的連政準則 本來就可以直接停權的 為什麼你柯文哲這一個月 你為什麼不停權 為什麼要等到今天才要停權 而且昨天還要幫高安講話 因為他在處理整個新竹市政治權利的佈局 第一個 我民眾黨未來高安 不代表民眾黨的時候 我要誰去取代高安 所以柯美蘭參選立委 這個最輕了 這絕對不會外人 百分之百柯氏血統 柯氏王才在新竹要重現 所以柯美蘭參選立委 所以為了柯美蘭參選立委 還去拆了柯媽媽的違建 這也不是我們拆的 是柯媽媽自拆 而且認定違建的也不是其他人 認定違建的就是高安市府才有資格認定 所以拆了違建 然後柯美蘭就立刻宣布參選 第二個就是副市長的人選 因為這個副市長 可能會在高宏安一審判決 有罪的時候要變成代理市長 所以這個人柯文哲要掌握 所以民眾黨的新竹市黨部主委 李國璋這個人就浮上檯面 昨天浮上檯面的 說有可能接副市長 李國璋這個人我要說一下 非常厲害 他以前是國民黨的議員 現在叫做民眾黨的市黨部主委 他的弟弟 他的弟弟就是鄭浩講的 在文化局 怎麼又跟文化局有關 怎麼又跟文化局有關 前前局長 你們要不要寫一下鬼故事 對 這個要不要講一下 好久沒 停更很久了 沒有更新 沒有新故事 李元璋也是在八月底之前離職的 那李元璋為什麼說 跟文化局又有關係呢 因為寡婦樓的都更案 林志堅是因為文資的理由 把它停下來的 如果要啟動 一定要文化局的同意 因為林志堅下一個淡書 就要知道文資團體要召集 看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以前我當文化處長的時候 就很清楚 這個東西雖然拆掉了 如果你之前有做文資調查 你可以按照原圖重新回建 你可以要求都更的廠商 去做這相關的事情 那至少你文化局 一定要列管列案 你文化局列管列案 這個如果沒有解決的話 你不能去啟動這個都更 晚間十點敬請鎖定 朕知道了 炭豆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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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苦 nucle 炭豆麗 炭豆 ne 炭豆莲 炭豆麗